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叫了 叫什么叫 干什么呢 您好 我找人 找谁啊 夏总 我找夏总 你谁啊 找夏总干吗 有人托我给夏总烧点东西 她在吗 夏总不在 你把东西搁下吧 她什么时候回来啊 不知道 那她去哪儿了 您知道吗 不知道 你烧什么东西啊 在哪儿呢 那 在车上 具体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 就说挺贵重的 给夏总的谢礼 那你把东西拿回来搁下吧 不是 我不信任您 这事不好这么办呀 我朋友专门嘱咐 务必亲自交到夏总手上 我就给您搁这儿了 我回去怎么跟我朋友交代呀 那你把东西带回去吧 你到底想怎么着 夏总真的不在吗 不在 赶走吧 那要不这样 您看行吗 我把东西拿过来 搁在您这儿 您给夏总打个电话 您让我跟他说两句 我们也算交接一下 否则我就放您这儿了 我也不好交代 我也是受人之托呀 行吗 行吗 那你把东西拿回来 我给夏总打电话 好 谢谢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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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夏总 夏总 有人给您送一个箱子 说是朋友托塔给您烧的信礼 一个纸箱子 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 好好好 你叫什么 问你叫什么 张莉莉 她说她叫张莉莉 三十岁左右 中等个儿 瘦瘦的 挺白痴 大眼睛 上嘴唇有点上翘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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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总 好 麻烦你问问夏总 她在哪儿 我直接开车把东西给她送过去 夏总说了 她要不然自己过来去 把东西给搁上了 那你跟夏总说让她尽快回来 这东西不经容放 我存不住 好